你的教练 阳城大神 现在我们要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科目 就是跳绳 就是所有的任何的一个训练的环境和年龄 都需要练的一个东西 因为羽毛球 它是一个走合脚协同的一个项目 如果你想杀球打好 制空能力强 手脚协同 做出很多你想做的动作 你必须要把跳绳 而在练跳绳的同时 它不光能够增强我们的协调性 让我们打球变得厉害 同时还锻炼你的肩膀力量 手腕力量 腰肤力量 制空能力 消水力量 这是一个在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羽毛球体能训练 我相信很多教练也会有胆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只给你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把装摇调好 我告诉你啊 跳绳是没有方法的 就是跳 懂不懂 最重要的是你不停在跳 自己在跳的时候 那种感觉自然会找到 我小时候 可能我七岁的时候 也就花了一个下午时间 我那个时候教练跟我讲 练不完 不准回家 今天我把我年少时受的委屈 全部来转换到你身上 没跳完不准回家 给你表演一个 我这三一样 我还胜利一击 努力 快点 这个很重要 我告诉你 训练标准啊 我觉得第一个目标 就是10个不死 然后30个50个100个 那如果你要真的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业余水平 一分钟至少114个 能够跳到110个 你打球一定非常厉害 来快点我盯着你 好好练 你这一直跳就可以了 反正做不到领域10个就不要回家吃饭 训练就是这样的 要有挑战 要认真 所有的训练都是简单的枯燥的 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好呢 努力时间 光看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阳神大神羽毛球学员 欢迎你的加入 在这里你可以碰到一群非常热爱羽毛球的人 敬业的教练 专业的羽毛技术 而且现在服务升级了 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是为了让你们能休息好 我们的学员是一人一间 原来是两人一间 现在是一人一间 第二个 原来我们的教练是一对四 我觉得质量还不够 我们修改成一对三 每天训练7到9个小时 你还在等什么 对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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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